好 我們開始要跟各位講一個要記住的重點 就是你從剛才的討論中 抖那個繩子的圖看到 我抖一次振動一次產生什麼 一個全波對不對 再抖一次會再產生一個 那原來我往前走一個 走到一個波長 然後我們抖一次有幾個政府 四個政府對不對 我們前面講過的 所以請記住這個口訣 振動一次產生一個全波 前進一個波長 歷時一個週期上下四個政府 這件事在很多題目要用到 這個觀念在很多題目要用到 後面會做到題目就曉得了 所以請記住這個口訣 叫做振動一次產生一個全波 前進一個波長 歷時一個週期上下四個政府 請記住 振動一次產生一個全波 歷時一個週期 前進一個波長 上下四個政府 那是個政府 從前面討論就會知道 那個抖的就是最小的這個狀況 然後也因此我就會很清楚的知道 波數的公式 波數的公式 速度就是距離除以時間嘛 大家都會說嘛 一百公尺跑十秒跑多快 一百除以十嘛 所以距離除以時間 就叫做波速度 波的速度就是波的距離除以波的時間 剛才講過了 歷時一個週期 前進一個波長 所以是波長除以時間 就是我的波數 就等於頻率乘以波長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週期分之波長 就會變成頻率乘以波長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交過週期跟頻率的關係 什麼關係 互為倒數 所以週期分之一就是頻率嘛 所以公式 b等於t分之爛檔 等於f成爛檔 t分之一 週期分之一就是頻率嘛 所以f成爛檔 所以 你如果知道了 我前面叫你記得口訣 你就自然然的會曉得 波數的公式 就應該長成這個樣子 因為經過一個週期 會走一個波長嘛 所以t分之爛檔嘛 花這麼多時間走多長嘛 對不對 然後t分爛就等於f成爛檔嘛 因為t分之爛就是f嘛 週期跟頻率互為倒數 所以前面的口訣記住了 這個公式就自然而然就會曉得了 前面的口訣記好了 這個公式就自然而然就曉得了 然後咧 有一個觀念很重要 什麼觀念很重要 波數只跟介質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跟波園的正伏其頻率無關 你在水面上 一秒鐘 點一下 波數每秒10公分 一秒鐘點兩下 波數還是每秒10公分 點三下還是一樣 叫做跟頻率無關 輕輕點 波數每秒10公分 用力點 波數每秒10公分 就要跟正伏無關 波數只跟介質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你是水啊還是繩子啊還是什麼啊 空氣啊叫做種類 狀態 你的空氣是熱空氣還是冷空氣 你的繩子是輕繩還是重繩 叫做狀態 那麼一般來講 信神、深水、景彈簧、熱空氣、傳播比較快 你們幾年前的學長在考 復習考的時候 考到好多是 深水、傳播快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理論上國中沒有教 國中的重點是熱空氣 我們後面要教到聲音的時候 講到空氣、傳聲音 熱空氣、傳聲音比較快 所以這樣知道 所以 細水啊 細繩啊 深水、景彈簧 這些東西傳播會快 重點是記住 波數只跟誰有關 介質有關 只跟介質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跟波元的測物跟頻率無關 這是重點要記住 OK 就是了解一下波數的公式 以及影響波數的變因 記住就可以了 OK